救护车 操作方法 首先呢 我们就打开它的钥匙 把电源打开 按着我们灯一键啊 暴闪灯就亮了 现在再来打开这个灯 我们的警灯就亮了 还可以调声音大响 喊话器 自动上车担架 单架固定卡头 讲解下这些案件的功能 第一个是照明1 第二个是照明2 第三个是输也灯 第四个是维护照明 第五个是双向换气扇 第六个是消毒灯 打开开关30秒后消毒灯亮起 第七个逆变器 打开后车内220伏电源通电 第八个是备用开关 在其他开关坏掉的时候 可以紧急切换到这个开关上面来 配两个实声的应用氧气瓶 氧气使用时 首先打开这个氧气的发布 压力表可以显示氧气的压力 这个是可以调节氧气压力大小的开关 两个氧气输入中端 在这接上湿化瓶之后 就可以直接吸氧了 这个是呼吸机转换接头 这个是输液挂架 抗军扶手 前后对讲机 打开开关就可以跟驾驶室进行通话 冷风空调 破窗锤 柜子的左侧暖风出口 座椅的扶手是可以收起来的 靠背是可以调节的 车载灭火器 移动单架 三层设备挂板 可以随意调节高度 然后可以固定医疗